哈囉大家好,我是Lian 我是Mend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醫美術後都喜歡用什麼樣的產品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我們不會詳細贅述我們有做過什麼樣的醫美 也不會有分享任何心得 之後有另外一支影片,Lian會跟大家分享他治療他豆疤的整個抗戰過程 其實我自己呢真的是身經百戰打過各式各樣的雷射 譬如說皮秒、淨膚、飛縮我都打過 因為我主要呢就是想要治療我臉上的豆疤 那其實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雷射之後呢,絕對不要使用任何的美白產品 因為美白產品裡面通常都有酸類,就會刺激你的肌膚 那大家一定要記得就是雷射之後一定要注重保濕 就你所有的產品就是保濕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打完之後皮膚會變得非常非常的乾 那因為其實雷射呢主要可以分成兩大類 第一類呢就是保養型的,像是皮秒、淨膚 就你打完隔天,大家完全不會發現你去偷打雷射了 然後這類的保養呢就是注重保濕 或者可以用一些比較舒緩型的保養品 那第二類的雷射呢就是會有外部傷口 譬如說飛縮 像我每次打完飛縮,我姐就會說 天啊,你的皮膚很像是被烤肉網燙過一樣 因為你臉上就會結痂,就像黑一塊的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除了使用保濕的產品之外 就可以多用一些修護型的保養品 因為這樣子你的那些傷口就會更快結痂 就可以讓你的肌膚呢更快的重獲新神 好,那我們這次會主要會分享這個影片呢 是因為我們前陣子在過年前的時候 我們去打了蜂巢皮秒跟皮秒 那因為我個人是沒有打過這種比較激烈型的 那雖然說皮秒一般都是只會皮下出血 其實它本表面是沒有傷口不會結痂的 但因為這次我們的蜂巢皮秒 尤其能量又開得更強 所以其實臉眼是有大範圍的,是有傷口的 就是也是會舉肩 就是那個血會滲出來 那我比較多的是只有在鼻子這一塊而已 那因為我本身是乾性肌膚 我真的是人生沒有經過那麼乾 而且我是乾到我臉很癢 你要抓,可是因為臉是皮下出血 你又不能抓 所以我在束後大概前三天其實是非常不舒服 就是我用完這些東西之後 我就會幫助我當時舒緩肌膚的乾癢 還有束後讓它恢復得非常的快 所以想跟大家推薦我四次喜歡的東西 那這些我們分享的產品都是我們這次有一起使用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問說哪個東西是誰喜歡 我們兩個都很喜歡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分享我們束後喜歡使用的保養品 然後就會依照我們保養的順序來跟大家分享 它第一步呢就是化妝水 就是其實我個人在束後之後我只會用一款化妝水 就是芽樣的活泉噴霧 因為這款活泉噴霧真的是超級舒緩 好,那我也那時候除了用芽樣活泉水之外 我也有用BioEssence他們家那個噴霧 就是反正在我那時候就是我有時候看電視 我就會背在旁邊 我就覺得要臉好癢 可是又不能抓 我覺得即使是要保養品我也是會照噴 然後其實我覺得舒緩效果都很好 好,那接下來呢 因為像我就打那種會有外部傷口的雷射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用片狀面膜 就通常我都會前三到五天 我每天晚上都會敷面膜 但我個人最喜歡的呢就是敷生物面膜 因為生物面膜在你雷射之後 你敷的時候效果非常的好 那我一直都很喜歡Neugens他們家的玻尿酸生物面膜 那我昨天查 我發現它挺瘦了 它可能有別款吧 就是它有別款 可是就是沒有玻尿酸的 我就非常的難過 所以如果大家呢有推薦就是保濕型的生物面膜 請在下面推薦我 因為我覺得我之後還是會去打雷射 非常的需要 然後可能因為其實生物面膜呢 單價比較高 我通常都是前三天會敷生物面膜 然後接下來幾天呢 我就會換到一般的片狀面膜 然後我也非常喜歡Neugens玻尿酸系列 然後其實這一款我之前也推過非常久 因為其實他們家這一款呢 它的質地是比較薄的 所以非常的貼膚 然後也是每次一敷完就覺得 天啊我剛剛覺得很乾 然後瞬間就會覺得非常的保濕 好那我的話呢 就我也是一樣就是乖乖聽Lean使用生物面膜 我覺得效果真的有差 因為我覺得平常在正常肌膚下 用生物面膜其實沒有那麼大的感受 但你術後就覺得 嗚之後Lean就是用Neugens 那我後來就是用加丹尼爾他們家的稻米保濕面膜 因為原本稻米保濕面膜不是我加丹尼爾的首選 就我喜歡別款 因為我原本喜歡那幾款面膜 可能有美白或其他成分 就無法再術後使用 但我覺得稻米保濕面膜的效果也非常好 而且我覺得很好的點是 因為他們家的面膜比較薄 所以敷上去之後 就不會覺得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 那接下來敷完面膜之後呢 就進入到精華液 因為其實我們在一般保養的時候 可能敷完面膜之後 就不會再額外上精華液 但是因為你現在是術後 所以你肌膚真的非常非常的乾燥 就每次這種情況 就算我已經敷完面膜 我再上精華液 精華液還是非常快就吸收了 那我第一個要推薦的呢 就是 陳野醫生他們家的EGF修護精華 因為其實這一瓶我比較建議 你是打一些有外部傷口 如果你只是打那些保養型 就不需要用到修護型的精華 可是我覺得這一款真的很神奇一點就是 如果你有用它的話 你就會發現 你那些傷口結架的速度會變得很快 比如說你可能一般是七天那些傷口 才會結架全部脫落 那你用它之後呢 它可能五天就結架就全掉了 然後我覺得這一款其實算是 市面上修護型精華液 價格CP值比較高的一款 雖然它很小一個 可是我真的覺得 如果你現在要去打 風潮皮苗或飛縮 我一定會背著它 因為就是這個東西 在我們家算是 也算是一個小聖品 因為它就很小 然後用量很快就沒有 那時候我就一度就是以為這東西沒有了 然後我在準備這支影片的時候 他就說 喔對喔我那時候有用這個 我就說 還有 我說藏在哪裡 他說喔有啊我都有在用啊 那我現在就看到這個就覺得 那下一個我要推的呢 就是牙羊的活泉保濕精華 就一直都非常喜歡 可是這一款呢 它就是主打的功能就是保濕 然後非常的舒緩 所以通常我在使用它的時候呢 我可能是五天過後 就我結架已經脫得差不多 才會開始使用這一款 因為就不用特別再使用修護型的 然後其實我自己呢是比較喜歡它的 活泉保濕精華 然後明底是比較喜歡保濕型的 就我現在手上拿這一款 因為它們兩個款其實質地有點不一樣 就我比較喜歡的那個質地有點像是凝膠型 然後後來的更保濕款就比較像乳液型的 就因為其實我覺得原本 我用它的就是基本款的時候 我平常日常生活我就覺得 只有是在我肌膚很有出狀況 所以我才使用 因為我覺得它保濕力 就還需要靠其他產品才能補足 但它出了新款之後 我就覺得保濕力就增加非常多 質地也是我更喜歡的 那我也覺得這個 我自己覺得啊 就是如果也是乾淨的話 就如果你在漱厚的話 你可能也是要到在漱厚一個禮拜之後 才有辦法用這個 因為不然保濕力就沒有那麼足夠了 我們接下來下一個非常推薦的呢 就是不一定要用跟我們一樣的牌子 但你就選擇玻尿酸原液 那我們這次比較常使用就是BioEcent 然後我們用起來覺得效果非常好 而且有時候我會上到不止一層 它的吸收度都很快 那其實這個產品 我平常日常生活的時候 我也不會每天用 因為其實日常生活中 你如果正常在保養的話 是不會乾到 你會覺得需要這樣子 用到原液型的產品 那像譬如說我們清洗 它平常皮膚是有 比較有問題的 譬如說它皮膚會 真的會乾癢到脫屑 那我們就介紹它這個產品可以使用 因為真的它皮膚真的太乾了 所以我術後使用到這個產品 我就覺得非常有感 我就覺得 就好險沒有把這個東西 全部送給別人 就不然我術後 就沒有東西可以用了 就術後使用保濕原液 真的相較於其他就是 就是精華液來說我覺得它效果滲透速度 什麼都讓我覺得是最快最有效的 而且其實我覺得 Bio Eason他們家原液很厲害的一點是 很多原液會很黏很稠 你覺得上臉很不舒服 可且他們家的流動性算是蠻高的 可是上到臉上保濕度還是非常足夠 再來最後一個這個 說實話這個小粉紅 療癒小粉紅 它的保濕度真的是比不上原液 可是因為我覺得術後的時候 像我皮膚就是偶爾會有時候會有些小敏感 所以術後的時候 我的肌膚就是在一個很脆弱的狀況下 所以有時候我已經上了原液了 我已經敷過面膜 我還是會用一下小粉紅 就是讓肌膚是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那我現在一定要說就是 這一次我真的是覺得 欸術後好險剛好收到 打放他們家這個精露膠囊 因為他們這個精露膠囊 就是比他們家原本精露來說 又更濃縮了 我真的也覺得在術後使用起來 就更明顯 就是有時候你在喝一杯水 你在台灣喝 你就覺得欸這杯水好像蠻好喝的 那如果你在沙漠的時候喝呢 同一杯水你就覺得哇 哇 就這種感覺 就在術後的時候 你的沙漠肌突然間 被精露膠囊療癒 就覺得欸 因為它那個油分 因為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會不停的用 各種玻尿酸型 就是要增加保濕保濕保濕 那我可能要擦到非常多層 但後來我用了那個精露膠囊 就覺得欸其實它帶一點油分 就不用擦到那麼多層 效果也是夠的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打飛縮 飛縮是會有外部傷口的 可是其實他們傷口都非常非常的小 而且結痂速度很快 其實通常你打完的隔天 它的傷口都已經結痂了 只是你要看等多久 它的結痂才會全掉 所以其實我原本剛開始 我是不敢用油淚 我很怕問你說 那我有傷口我又用到油淚 那我的傷口不是就會變得很可怕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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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真的就可以用了 而且有用真的有差 像這個小粉紅 我就推薦給大家 是如果假如你今天是打的是 保養型的雷射 我覺得比較適合 幸福雷射這種 如果假如你真的打有傷口 這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幫助你 就還是要選一些修護型的產品 那接下來這一款呢 是我個人覺得 是李妍推薦我的 就是他就說 這是他術後的一定要油的 就是他就是要準備去打一門 這個東西就要趕快把它找出來 就要衝去買 他就雅漾他們家再生修護霜 但是因為李妍就是已經用很久 這已經是他們新一代了 因為以前那一代他 據他說起來好像很稠 我以前有試 因為我以前有試 膝蓋就是有點破皮 然後就是整個就變很粗糙 然後他就拿給我油 我就想說 這東西怎麼可能可以拆在臉上 很像牙膏 很像牙膏 但是新一代的就不會了 然後這個東西我真的都是厚服喔 我覺得如果你在正常的肌膚下 厚服他可能就吸收不進去 因為就是太滋潤了 但我那時候就厚服 就是我肌膚 我有時候晚上會陽醒 所以我就睡前我就厚服這個 我覺得效果真的很好 就我要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產品的質地真的很神奇 就是新一款 他的質地有變得 稍微比較好推開 就是你一定要先擠在手背上 然後用你手心的溫度 把它化開之後 你再塗到臉上 如果你直接塗到臉上去 就會覺得 這到底是什麼鬼東西 非常的可怕 可是因為這個東西 真的用在臉上之後 會蠻油的 所以我第一次 因為我那時候是爬紋 然後很多人就推薦說 束後就要用這一塊 因為我皮膚很油 然後我很怕我一擦上去 它真的是滿臉是油 你真的沒有辦法早上使用 我就建議大家是 晚上睡覺的時候用 因為這個你用完之後 你絕對沒有辦法出門 那假如呢 你打了雷射的能量 不是這麼強 沒有外部傷口的話呢 那就建議大家呢 可以使用以下兩款乳 我們都非常的喜歡 第一個呢 是芽樣的 舒敏修護保濕精華乳 反正他們家的這一款呢 也是做成是真空包裝 非常的新鮮 就是你要用的時候擠出來 就是最新鮮的乳液 所以就建議大家呢 如果束後想要找保養品 其實真的非常推薦 使用醫美的品牌 比如像是芽樣啊 或是理膚保水 另外我們很喜歡的呢 就是理膚保水的 多榮胺夜間修護乳 好 因為其實我是覺得 束後這個多榮胺系列 都可以選擇 還有不同質地 那這一款是比較佛夜間 然後修護的效果是更好的 那這一款它也是說 如果你也可以厚膚使用 因為其實對我而言 我個人其實 我很愛保養 沒錯 但如果有時候偷來的時候 我就選擇可以厚膚型的產品 那我覺得束後之後 因為我覺得束後 剛完你的那幾天 你真的是保養 覺得心力膠脆 覺得要擦好多東西 尤其是我乾肌 所以到後面幾天之後 我就開始屬於用厚膚 像厚膚這個 可是效果又是好的 最後呢 就是我平常 我一個人 我就是已經講到 就是已經爆炸多次 就是現在這影片 就是如果你看到這個 你可以就想到我的臉 就是雅漾他們家 長效保濕面膜 我真的是一個禮拜 會用兩到三次 六年裡你就知道了 就是我只要重新 走出來的臉是白白 就是我用的這個 就是我就是精火 就是上一年化妝 所以你都直接厚膚 我真的是厚膚 就是我會厚膚到肌 因為看不到我皮膚的程度 然後在束後使用 我就更喜歡它了 就是我覺得 這在束後我覺得 也可以用 平常生活也可以用 就是這一款就是 因為有很多今天介紹的產品 可能是真的是 否束後 或是否一些比較 有侵入式的一些醫美 但這個就是 日常生活也可以用 醫美束後保養 我們推薦給你 可是你要根據你 當下你肌膚的感受 就是可能令你的肌膚 它擦AB就已經崩了 但因為我肌膚 可能會真的會感癢到不行 我就可能要擦ABCAF 所以就是大家 會根據你的肌膚 去調整這個ABC ABCDE 因為你知道我束後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他幫我當白科全說 所以就一次不停來問我 那我想說 今天我真的不是醫師 而且我就會拿很多款 對 你覺得我要擦哪一個 其實都可以 但他就會 我就會說 你覺得我要擦哪一個 你看我這邊 所以這些產品呢 都是我們束後真實有使用過 然後覺得修護保濕效果非常好 所以如果大家呢 喜歡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們影片按讚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這樣新影片來就會有通知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